有關美國政府將中概股本來由2021年的尾段 即是十月要離開美國就改為今年 希望盡快和中國的股票切割 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近日我們都見到700跌落去500元 而且單日跌幅很大 有一批人就了貨 由560元跌到500元 一日跌成560元是比較少的 很清晰 一定是很大批貨才可以這樣做 就不像是莊家在那裏托你 托你應該是二三十元之內的 另外你看到9988去到260元之後 是未能夠挑戰過上去 最厲害都是去到259元的 為甚麼會這樣呢 因為美國那邊 阿里巴巴在美國那邊 就有一班投資者一定會估貨 為甚麼呢 有一個不穩定性 即是如果美國政府要你盡快執包袱 那你就會在那個trading 那個價位上受到很大的壓力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你再集資 逢親再集資 即是再發行股票 逢親一個股票整天集資 變得越來越不值錢的 因為股東是越來越多了 是不是 所以變了大家留意這一點 接下來幾個月的時間 這些股票有些危機在那裏 大家必定不可以掉以輕心 大家要留意這一點了 另外講一講 亦都是譴責那些 股評人 阿大B那些 說國安法不關你們的事的 是拘捕那些搞亂香港社會的人 這些是很無知的說法 亦都是因為對這個社會不了解 今天大家可以看到了 是不是好像林鄭月娥說的 什麼所謂制裁呢 她說所謂制裁背後的意思是說 其實沒有制裁啦 我為什麼怕你呢 但是結果中國銀行和建設銀行 發表聲明是會全力配合 美國政府的措施 是不會幫11位 包括鄧炳強 林鄭月娥 整碟是開戶口的 開頭有些朋友說 可能你知道啦 中國硬到底的嘛 不管你那麼多 照開的 當然不會開啦 因為在美國是會被罰款100億的 差不多是長江實業 一個季度的利潤來的 在現在國家那麼窮的時候 還被人罰嗎 而且發表一個聲明 是向這些香港藍絲 又或者認為這個制裁 無料到的香港股評人大B之流 是兜巴聲的 為什麼呢 她說她很珍惜這個美元的集資渠道 也都是向一貫以為 人民幣可以國際化嗎 去美元化呢 中國銀行告訴你 她不認同了 他們自己啊 都是覺得美元最珍貴的 什麼人民幣國際化呢 他們自己心知肚明呢 即我們現在有句話叫心裡明白 大家又不想說出口啦 是不是 所以變成了你會發現 在這個香港的社會變得越來越荒謬了 一方面就有一班人就認為 包括外交部啦 華春瑩啦 現在已經不見了他了 就說這個是無恥的行為 但是中國銀行全面配合 變成了一些困難了 令到李桂南警司也有些困難了 為什麼呢 根據國安法呢 凡聽從外國指示 及配合外國政府 在香港地區進行制裁 或者對香港 或者中國進行制裁措施的機構 或者個人呢 都是犯了國安法的 那如果照這樣說呢 即半個天講建設銀行 和中國銀行都犯了國安法 那麼李桂南警司 除了要拉肥佬黎之外呢 都要帶回五六八個藍武士 去搜查中國銀行和建設銀行 查一查他們的電腦 有沒有跟美國政府勾結去制裁林鄭月娥呢 如果是就很嚴重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如果你在中國銀行有戶口 我們有沒有參加到這個顛覆國家的活動呢 那中國銀行的用戶都要小心 要不然你都可能犯了法 因為你參加了中國銀行 即是他們所說的活動 是一個群組 根據鄭若驊說 如果你經常去中國銀行看股票 可能你都犯了國安法的 那大家要小心 好不好 那如果是的話呢 都危險的 要坐十年牢的 OK 那見到這種荒謬的解釋 見到這個社會呢 就充足著荒謬的 那所以變成了 我覺得接下來的日子呢 大家在香港呢 就千萬不要太著重看港股了 因為太過荒謬了 那你見到啦 好像壹傳媒被人封 那它就大升了 那當然他們認為那個賣址 會賣多很多啦 那所以變成了 我覺得接下來的日子 簡單點說呢 就必然找個新的市場啦 包括是美股啊 甚至乎越南都OK的 那也都有一些人 是投資印度基金 當然啦 越南和印度他們 通常在這個銀行那裡 賣的基金呢 就很少自己去炒的 因為印度文 我們都不會看啦 很多的通告看不到 那所以呢 接下來的日子 我覺得大家呢 都是 盡快開一開戶口 包括這個富邦啊 或者是開一個美股的戶口 那就參與多些外國的投資啦 香港接下來的日子 在這些這麼荒謬的情形之下呢 真的很難搞 是不是好像邱騰華那樣 又說要去爭取回香港 這個獨立關稅區的地位 那別人講得很清楚啦 因為你們要一國一制 香港是不可分割 香港就是中國啦 那香港就是中國啦 中國就是香港啦 那為什麼現在又說要獨立呢 後來去想一想一下呢 就怕說獨立 就說了這個單獨 那我好笑地講啦 會不會講了孤獨關稅區呢 那其實講什麼都好啦 事而世逆 人家怎樣看 大家心裡明白啦 你咬這些字眼也無聊啦 丘騰華 沒有制裁你就算好彩啦 你還在那裡這麼多話講 人家都不會見你啦 你只不過是一條港仔 那儘管你以前好像派過去華盛頓 做香港代表的 那但是你跟美國政府 或者總統去講 都不會見你太低級了 那大家最近呢 就不見了林鄭了 那大家可以知道了 這個制裁呢 對很多時候都很大影響的 亦都是我想講的 包括說 即將來我們的年輕人 譬如說 學生可不可以去到國際那裏 進行學術交流呢 香港的運動員 參加國際這個 體育活動會不會受影響呢 香港和美國做生意的商人 有幾大影響呢 你可見這些葉劉淑儀啊 這個林鄭月娥的層次 低級到的地步就是說 我沒有這個物業在美國 我亦都不在美國 我亦都不會去美國 這樣的交代啊 喂 你是特首來的喔 你有沒有想過 將來我們的護照 可能去不了其他國家旅行 有沒有想過 跟美國做生意 做貿易的人 有很大的損失 有沒有想過 接下來的學生 可能去不了美國求學 對那個學術和科技有幾多影響 即這些層次沒有想的 他就好像一個呢 可以說街頭的妓女 不關我的事啊 這是你的事 就是這樣 我們用一班這麼低層次的人 你想想很笑話的 你說駱惠寧她不清楚是應該的 她一向是一個村官來的 在田園生活的 她對美國世界不了解就應該啦 英文她都不懂啦 但你林鄭月娥 沒理由講這些話 葉劉淑儀就說 如果你制裁我 不去美國 但是剛剛才去完 還參加她的女兒的畢業禮 她又這麼不喜歡美國 自己去美國讀書 她的女兒在史丹福讀 那為什麼不去這個交通大學呢 這些人的所謂啊 你看到是很笑話的 再加上 我想 接下來的日子呢 香港的官員呢 可能都會換屆了 也都換了一班 怪怪彈彈的人做官的 所以我覺得呢 在這些這麼荒謬的政策 譬如陳兆思啦 就說不知道香港市民 原來要上班的 這樣啦 社會是混亂的了 我也不想說 這是一個道理的問題啦 用了一班 可能是精神上 或者是 心理上都有問題的官員啦 是不是 那你今次見到 陳茂波都不敢出來說話了 因為影響面很講的 你切到這個制裁 而且現在是剛剛開始的 那所以我講一下頭 也都剛才提過的啦 希拉里 上一屆的美國總統候選人 講過一句說話 香港將會成為 亞洲最貧窮的地方之一 類似馬尼拉一樣 那這個呢 我也都同意的 在很多個月前我講過 那只不過是時間問題的 那所以呢 大家盡量呢 就去考慮一下另外的市場 那接下來的日子呢 就當笑片那樣看啦 正如陽明一樣啦 那大家當看TVB劇劇場 那留在香港的朋友呢 就真的要想一想 去外國投資啦 那為什麼呢 如果你投資在港股呢 那接下來那個貧富 越來越大呢 那可能你會落後於別人很多 那再加上樓市又不行的啦 是不是呢 那如果樓市又不行 這個股票又不行呢 那都不知道靠什麼賺錢啦 那大家都知道 周星馳是投資非常之聰明的 他是第一個 按了天秘高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張柏芝啦 他是減了幾千萬賣了那個豪宅的 我相信呢 他們就知道一些東西呢 我們不知道的 因為很少人 將一間兩億的豪宅 減六千萬賣出的 那大家在這個 星期六日 也可以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所以不需要開一個外地的投資戶口呢 那可以這樣想啦 好嗎 好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周末 星期日晚呢 就跟大家提供一場足球賽 那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買少少啦 就是這個西維爾 對這個曼聯的 那我看過現在亞洲本來說 西維爾是受養的 那我們可以買少少 西維爾受養 那我們群組的人就會買大少少的 那我們呢 就會來不中收到一些消息 有關於這些球賽 那提供給大家 那大家在周末的時候呢 星期日晚啊 如果不怕夜份 可以看看這場播啦 好嗎 好 各位聽見 我們回到這個大計劃的時間 那今個禮拜裏 都很多人大計劃 首先就不用說了 就是香港的七個高官 林鄭月娥、鄭若驊 李家超 以及兩任的警務處長 這個特首版主任陳國基 以及新任的政治事務局局長 這個曾國偉 被美國制裁 現在看到了 就算連中資銀行 都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實際利益的影響 要可能取消戶口 起碼不會申請戶口 很多人都關心 究竟能否收到糧 都成問題 但是相對於這七個高官來說 跟著這個中共 沒有辦法應付美帝的制裁 雖然也列了十一個美國參議員 還有三個 其實上一次制裁新疆的時候 共官的時候 已經提及過幾個美國參議員 新增了一些所謂人權組織的領袖 實際上對他們其實沒有影響 因為雖然這個人民幣 現在都是國際狼狼貨 但是問題是 你不用人民幣 對你的生活完全沒有影響 用信用卡 除非你要用微信 或者支付寶 否則根本就完全沒有影響 或者他們在香港有資產 就會受到制裁 但相信亦不會有 但是 中共沒有硬要對付美國佬 唯有找客人出氣 其中他的代理人 大家都知道 就是黎智英 所以 星期一 罕然 就去抓黎智英 高調 就抓了七個壹傳媒的成員 包括了黎智英 他兩個兒子 張劍雄 社長 以及另外幾個高層 甚至另外三個年輕人受到牽連 包括大家熟悉的周晴 以及兩個前眾志的成員 就說黎智英通過一些海澳戶口 就知道他們 不過到現在來說 全部都保釋了 暫時來說 還未正式上堂起訴 因為 他除了當日 抓黎智英之後 也派了200個警察 走進《壹傳媒》所謂搜集證據 很明顯 其實是干犯了新聞自由 雖然以前來講 都試過 有官方機構被廉署搜過《星祖日報》 但都嘩然 今次更加 雖然在行內內 那些聲音是象徵式的 行政新聞人員的作態 其實是沒有進一步的行動 有些堅持但又沒有力 例如記者協會 但民憤很清楚 所以連續來 就出現了一個 《蘋果日報》的熱潮 大家湧到去買《蘋果日報》 在這件事發生之前 《蘋果日報》的銷路已經跌到去 因為沒有馬貴還低 就低於10萬 即是印9萬多 賣了9萬多 但是這一兩天 尤其是第二天 即是加印35萬份 賣完再印25萬份 20萬份 就賣了55萬份 那 接下來 不知道怎樣 連續來 我想會增加了很多人的網上訂閱 還有廣告也馬上多一些 蘋果應該很聰明 很多人建議做個連儂的廣告 用分類廣告 那些大的商家 不敢得罪中共就不敢下 但是很多這些小商家 就是不怕的 應該可能都會有這些實質支持 有些人就想到 買這個 220的股票 去支持黎智英 其實如果你看這幾天 就值得分析一下 就是如果你要真正支持 黎智英和蘋果一寶 就去買股票 其實是不治的 雖然有些所謂 財經專家就告訴你 就是因為壹傳媒的員工 有選擇的 例如現在 知道張建盟和周達權 兩個方面 持有1,500和1,400萬股的選擇 第一 你不知道價錢是多少 第二 是行使的期限 我相信不會是低到現在 是多少 你看回過去五年壹傳媒的股價 到2015年最高的時候 才是6毫多指 8毫多指 其實跌到6毫多指 已經是2018年 即是前年了 去年最高是1.4毫 接著 其實今年以來 一直都在2毫 然後10級以下 到最近 炒作之前 就跌到9先 當日 就因為 有兩個網外KOL 其一個 都叫金融界的人士 其實上午沒有成交 中午的時候 他宣佈說 有人買了幾十萬股 就是不理 不是為了賺錢 要聲援 就是黎智英 所以他自己一手 又掃了9百多萬股 接著下午 最高就去到4毫 最低 即是去到4毫 到最後就是收指 就是在這個什麼 最高的收指就是2.5毫半 那麼多 成交已經很驚人 就是這個3億 就是9千萬股 金額就是14億元 如果只要炒股票 都知道 這個就是 有些莊家乘機 即是我炒起 如果你再看看 實際數字 就知道了 壹傳媒這個股票 發行 只不過只有26億 三千六百萬股 這是黎智英的大股東 兩夫妻就持有72.36 今天看《蘋果日報》 就證實了 一來 那兩天 黎智英就是星期二 馬上放行出來 星期一、二 甚至星期三 都炒作很厲害 星期二最厲害 那黎智英 根本沒有可能在裡面 只會是毫靈去炒股票 所以 《蘋果日報》也說 沒有減持到 依然維持 七成多的股票 第二個 獨立大股東 大家知道是David Webb 我懷疑 David Webb 可能是沽了股票 因為David Webb 如果根據《蘋果日報》 在星期二炒得最高的時候 他本來首持的股票是虧本的 跌到九千的時候 只有千多萬 到了1.90多的時候 暴升到到億多 即是賺過億元 那現在 今天就叫了 經過了四日炒作 星期一、二、三、四 證實了 買賣最多的其實是中資證券 包括富途、工商、華盛 而出貨就是幾個外資行 減了幾支民股 我估計這些 可能就是David Webb 因為如果你是他 從一個投資角度 這個股票很明顯是沒有了前途 Fundamental 就算現在很多人支持 根本也不可能會收到錢 如果大家熟悉報紙就會知道 其實賣得太多沒有廣告 就不一定是賺錢的 反而會虧本的 因為那個紙張又有物貴 就是有成本貴 所以有所謂optimal size 我不知道現在的情況 譬如很多年前 即是那時候 報紙賣6、7元的時候 紙價都已經每一張要賣2元 即是2元 如果你印10張紙 即是48元 現在蘋果又薄了很多 因為報紙發行 你是拿回一半 即是沒有一半 因為那個發行 就是把半價發給那些報紙 他收一半 另外那個發行 要收穩1、2元 不過近年蘋果 不再被德強記發了 自己發了 可以當作收穩了 你減除成本來講 還有人工 燈油火納 所以變成了 只是賣錢賺不到錢 過了某個數目 賣多份反而吃多份 所以真正支持蘋果 最好就是網上訂閱 或者賣廣告 甚至捐錢給他 都可以 你看回這幾天的成交 其實是一個挺好的課程 教人炒股票 知道怎樣炒 第一天 上週就沒有人知道 下午如果跟風 沒有問題 到第二天 跟風都沒有問題 為什麼呢 第一天 我相信也是 因為當日下午同時 一起升 就是這個大領章 一個大莊家 他保證上市的股 亦都所謂黃絲股 1716 100毛 葵聰 但是兩天之後 就宣布給他聽 他因為炒股減持 其中大股東就是明報的漫畫 漫畫都插完一份 但是他的炒作 就是符合了莊家股 因為牽涉的金額 都是一、二億而已 但是第一天 蘋果已經炒了十幾億 其實如果用收市價 已經低過平均價 其實第一天 莊家就沽了貨 但是第二天 就奇蹟出現了 第二天 因為全港虛陷 跟上網絡很多人感情用事 覺得買一手蘋果當作支持他 但是實際上 很多 第二天 就不只是黃絲 現在證實了很多 是中資 即是那些盤 中資裡面不少散戶 藍絲也有 黃絲也有 我想藍絲居多 就養入去炒 其實第二天的成交 就很厲害 為什麼呢 成交額 量是42億6500萬 成交金居然是40億 在當日來講 只是僅次於騰訊和美團 是高過阿里巴巴 租過中心國際 都高過港交所 一隻這樣的世界股 可以炒得這麼厲害 當然是 如果你懂得炒 當日運作 那些馬動勇 就是四五億支 那樣閒冷地 這已經不是大頂章 財力範圍之內 我相信第一天已經沽了 沽了水 即是有黃絲在後 接手過去炒 第二天 其實你收市不走 都還未輸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收市的時候 本來收1.1.1 後來對盤是過1.1 我留意到 買盤是800多萬 這個沽出400多萬 成交了四五百萬 那就是說 當日的收市價 平均價其實是1.05 即是意味著 其實莊家還拿著股 所以收市價一定高 平均價 否則他要補倉 要補錢 他只是炒賣錢 第三天 就是派貨了 即是去到這個 星期三 星期二收市 就是過一 星期三 就是 即是 開波 就是 固然是高開 過四 抽到1.75億 一直派下來 最低5.1 就收已經是6.5 當日的平均價 其實已經是1.0多 其實已經派了第一轉貨 昨天 大約動力已經減少了 因為到星期三 成交只剩下17億6千萬股 金額跟第1個差不多 變成15億7千4百萬 即是跟星期一炒過14億3千9百萬 差不多 去到昨天星期四 就更加 因為星期三收市時是1.5元 星期四 開市又是高開 有少許 7.3元 但已經不去得多 去到7.8元很快便會增加 最低是3.4元 結果收到3.8元 而平均價其實也低於平均價 即是又是派貨 如果這些股票其實玩完了 千萬萬有 除非你留一手準備去開啟股東會議 否則 按照炒股票的規定 這些股票應該 它現在雖然是超過10天線 10天線的價格是2.94元 20天線是1.94元 1.94元 50天線是1.37元 即10天線是2.94元 相信很快會破十天線、二十天線 甚至到五十天線,即是毫多錢才結婚底 如果不幸運,成交也要慢慢減縮 便沒有成交,即是出貨了 這個故事教訓,很多時候固然是好心 但這些好心很容易被人利用 始終這個股市是大樂食中樂,中樂食世樂 第一天的中樂食散戶,接著是唐林布蟬,王德在後 當然湧入去的人,大部分都是招致損失 不過無論如何都好,客觀上反映 香港民眾因為運動已經失敗了 無論是勇武派用連登入大本營,被人拘捕,被人拘捕 其實已經沒有能力發動的運動 不過今次因為《壹傳媒》 亦都令到本來已經剩下幾個星期的和理星 都在商場裡面出現了幾天 其實群眾的憤怒是沒有完結的 所以政府怎樣高壓都是無用的 它一定會用它自己的方式繼續表達出來 現在其實有一個新的方式可以表達 大家知道在今個禮拜裡面 其實這個人大審議會開了會 做了一個決定的 就是因為現在這個立法會 政府宣布將押後一年用疫情為由 但也同時DQ了一些民主派的參選人 現在做了一個決定裡面的要點是什麼 第一就是將下一屆的維持在四年 但現在這個任期就是延長不少於一年 即是可以多過一年至少一年 現任的大陸格立法會就繼續理人職責 但究竟哪有符合資格不符合資格就沒有提 如果你細心分析這個決定 其實就是很固惑的 即是一個讀計來的 他將波扔回泛民 讓泛民進退圍谷兩難 即是為什麼呢 在這個之前裡面固然有本土派 就是強調要總辭 甚至是泛民內部也有 即是用我們的抗議 不應該參加這個臨立會 如果不是這樣做 那些特別的招呼會會攻擊你 貪圖富貴 喉著那些薪金 變成在內部固然有人非議和摘爛 但是同時你亦都因為民主派發了一個聲明 就是批評政府裡面違反你的憲制 破壞了這個基本法這個機制 但是你如果又去做的話 那你實際上是言行不一 在前段矛盾 背書了政府的行動 所以就是廢殺思量 但是你不做的話 又有一個問題 第一就是資源問題 就是不要說好像那些人底位 或者那些工作 實際上大家知道過去這些反對派 都是要靠這些 其實養到不少人的 都是維持一個力量 就算地區服務你都需要錢 除非全民支持你 第二就是現在說明 就不少於一年 那你怎知道明年的形勢 我想中共也是看著形勢的變化 如果到時來講 繼續不能夠操控到 不能夠保證建制派 在立法會裡佔了大多數 那它又再壓多一年 根本現在都很難看得到這麼遠 但是未來這一年裡面 你沒有資源又怎樣搞法呢 是沒有人知道的 那維今之計 我覺得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無論這個民主派 自己作出決定 留或者是不留 都一定會有人非議 但是既然現在已經去到 一個全民抗爭的年代 你看看一份報紙 其實都會引起這麼大的反應 其實我相信不只是黃絲 就算本來是淺藍 或者普通市民裡面 都會基於意粉出來表態 通過買報紙也好 去下廣告也好 或者甚至是不知 或者知道 去買股票也好 都會去表態 正如是這樣 現在剛剛這個民主派做過初選 都幾成功 都有超過六十萬人會投票 通過網上 那為什麼 將這件事再變成一次 就是變成公投 叫民眾表態 如果民眾認為 我們應該繼續保持 這個議會抗爭的 死人都壓住 先頂住它先 不要讓它這麼多惡罰告 那就繼續留 如果群眾認為應該是 放棄這個議會戰爭 在議會外的抗爭 那你同時也可以呼籲 群眾裡面眾籌去支持 未來一年的抗爭工作 唯有